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50年来最大规模的突袭 当然全球都是非常的关注 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特派记者的运文 到现在来帮我们说明运文好 新豪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看到这次的尾巴冲突 被认为是这半世纪以来这50年来最严重的尾巴之间的这个交火的冲突 因为来看到是在50年前这两国之间 其实以色列就发生这个所谓的就是赎罪日的战争 那我们就来看到是这次为什么这个哈马斯这个武装组织 可以突袭成功偷袭成功以色列呢 其实有多个因素综合而成的 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是内忧的部分 就是以色列他们的内政的问题 就是呢现在的以色列总理呢 这个纳坦雅胡他在去年底上任之后呢 这个组的是联合政府嘛 然后他就被认为是比较迁就于这右翼党派的 不断的在扩大以色列的定居点 好因为呢以巴之间长期以来是有着国土主权的争议的纷争 这长期很久了 那他让右派的这个党派不断扩大定居点之后呢 就让这个巴勒斯坦人非常的生气 尤其来看到这地方 这张图呢这以色列的国土范围 而当中呢比较深色的地方呢 就是有这个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方 尤其是这个约旦河西岸这一块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地方 虽然说呢多数是以国来控制 但是有部分地区是由巴勒斯坦人所控制的 那可能会有个城市 他一个城市当中被划分成 由两个政府来掌管 是个非常分裂的情形 所以现在呢当他放任这个右翼的政党 不断扩大以国人民的这个居住点的时候 让这个巴勒斯坦人就非常生气之下 这股怒火让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武装组织 救了这个可能他发动武装来武力解决的这个契机了 同时再看到的是呢 他们内部的他推动这个强推司法改革 造成以国的国内的政治的局势动荡 尤其军警的人员对他其实很不满 这都是一个有机可乘的原因之一 再来就是看到是他曾经有提到是说呢 现在这个以色列呢跟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打算要来建交恢复这个以沙之间的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那这样子可能会扭转整个中东的局势之下 所以这次呢哈马斯的武装组织的攻击 就希望可以重挫这个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 要来建交的这样未来的这样的行动 那我们再看关键就是这一次的 为什么可以突起成功 其实跟上次50年前这个熟组织战争很像 就是情报系统的失灵 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因为上一次呢 也是因为这个他们以国的情报系统 太过于牵呼之下 导致的是被这个埃及以及叙利亚的联军 得打得措手不及 来看这则报道 哈马斯的武装分子骑着摩托车突破以色列的边境 以军寡不敌众 哈马斯的先锋攻入以色列的基地试图切断战场通讯 显然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袭击 以色列引以为傲的情报网竟然大失误 有如珍珠港事件翻版 但这可不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失误 就在五十年前 以色列也因为情报漏接 被埃及跟叙利亚的联军发动了闪电战 打得措手不及 当时的埃旭联军动员了140万人 从南北两路包抄只有41万兵力的以色列 这场1973年的战役就是赎罪日战争 埃旭联军试图夺回戈兰高地跟西奈半岛 起初以军节节败退 牺牲了2800兵力才反退逆转 但是这回哈马斯到底为何要发动恐攻 原来是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似乎让哈马斯觉得顿失靠山 选择先下手为强 跟哈马斯同仇敌开的黎巴嫩 真主党也对以色列北部的阵地发动炮击 一时之间战云密布 眼看整个阿拉伯世界要大团结 从以色列的邻国约旦 到南亚的巴基斯坦都爆发 反美反以示威 伊朗人甚至还开心到放烟火庆祝 伊朗政府也否认协助哈马斯 但是问题是哈马斯早就被封锁多年 又是谁给的武器 一出手就是五千发火箭 饱和轰炸以色列 哈马斯手上大多是结构简单的 短程卡桑火箭 靠着走私来的原料在加萨境内 花十年秘密打造 哈马斯也有一些忠诚武器 包括M75火箭 疑似就是伊朗提供的技术 还有另外一款R160 可能就是叙利亚秘密援助 西方国家也意识到哈马斯背后的水很深 因为联合国安理会竟然没有办法全体一致选择哈马斯 其中俄罗斯跟中国的态度暧昧不明 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舒默当面给大陆外长王毅难堪 要大陆别再姑息恐攻 不过外媒就认为继乌尔跟尾巴之后 下一个引爆的火药库可能就是朝鲜半岛跟台湾海峡 要是全球动荡不停恐怕真的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提问前总报道 好那么虽然现在目前尾巴冲突持续的升温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俄乌战争呢也还在持续当中 想要请教韵文呢 现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 是不是其实俄乌战争当中 俄罗斯也有可能会从中得力呢 确实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我们居然看到这个呢 是根据是美国这个智库的市井 就是说呢 现在这尾巴的交火的冲突 可能会让俄罗斯有机会是有机可乘的 为什么 就是透过呢大内宣大外宣的状况之下 来加强这个所谓的反对西方干预的 这样子舆论的这样子情形 来打击乌克兰的士气 乌克兰的民心 我们就可以来看到是 其实刚刚刚看到新闻说 其实中方跟俄罗斯对于这尾巴的交火 冲突的态度很暧昧 那其实呢 其实就是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友嘛 所以呢 其实俄罗斯当然跟中方 当然可能会是比较亲近这个 巴勒斯坦这武装组织的 是他们可能在国际上的一些角力的布局 那我们就看到是现在 除了说俄罗斯有机可乘来做这个 大内宣大外宣的宣导之外呢 就是可能会让全世界的 这样对俄乌战争的关注力会大幅的下滑 我们就来看到是这个布兰总统就说到 以巴的冲突会分散了全球的注意力 可能会呢 有利于俄罗斯继续的 对乌克兰的侵略攻击 那同时就看到是美国呢 有对以色列提供这个军援 所以美国真的很忙耶 你要忙着提供这个军援给乌克兰之外 要帮助以色列 那这样会分身乏术的状况呢 我们就看到是俄国的前总统 梅德维杰夫就说呢 美国跟他的盟邦现在应该在以巴上面呢 是忙得不可开交了 应该不是在继续干涉俄罗斯的事情 以及提供这个基辅当局一些军援了 是 没错的确 以巴冲突会不只是对于美国 对于全球大家的焦点呢 都会从俄乌战争里面稍稍的抽离 来到关注这件事情哦 那我们知道说以巴冲突 目前呢 不只是当地的居民非常不安哦 当然了 在当地的游客也会非常的害怕 因为觉得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 有没有可能还会继续攻击 有没有可能会攻击到我 那所以很多现在很多航空公司呢 也停飞了到这一个以色列的台拉维夫哦 那想要请教韵文 现在这一个以色列这一边的机票啊 因为很多人想要离开嘛 是不是也有出现漫天涨价的情况呢 对 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的情形 因为像以巴交过的很严重 状况其实当地是很危险的情形 所以多数的航空公司呢 纷纷停飞的是往返以色列的班机 所以现在会去的 就有少数的民航客机 以及呢各国派去要撤侨的专机了 我们居然看到 就是根据陆媒报导说 有一名呢是北京的游客 他是独自的去了以色列要游玩 本来呢是预定是要在10月9号 才返回中国大陆的 但是想不到呢 在10月7号遇到这个 他们的哈马斯的这样突袭 整个防空警报大响之下 也一度传出哈马斯呢 在10月7号就进入到机场去了 所以当天呢 他只能想办法就是在饭店的防空洞 跟其他人一起躲在这边来避难的情形 然后隔天去到机场看到 其实很多人都在这边 很多路客都在机场等待 就是要想办法能够回去 以及很多人都在机场大排长龙 甚至为了抢票 可能发生口角争执的状况 那我们就看到是呢 他提到是说呢他本来是要10月9号要回去的嘛 不过呢他赶紧的就是10月8号 立刻赶快想办法抢机票 抢了十多次之后呢 终于抢一张是呢 阿联酋航空从杜拜中转回北面的机票 也确实有抢到 因为他说他这个原本的机票呢 这张机票呢 后来是说都已经要取消情形了 是 没错 像是观众朋友也说 以色列如果当现在一张机票40万 如果是他的话他也要买 的确现在的情势也会让在当地的游客 非常不安想要离开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韵文 今天来到现场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韵文 谢谢盛盈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在以色列当地的游客 一定非常想要离开 那么其实呢 先前有台湾的旅游团在当地 原本当初传出说受困当地 但是永信旅行社拒绝把大家先带到约旦 再带回台湾 认为旅行社只有成本考量 但是现在永信的动作也出面的成绩 他强调第一时间 其实公司就有成立应变的小组 全程都是以安全为第一考量 而且目前团队加领队 团员加领队一共是18人 已经正在前往约旦的途中 预计11号就可以搭机返台 以色列台湾维夫周遭空袭警报不断 滞留的台湾团客真的好想回家 当我们听到要停飞的时候 其实大家很紧张 然后也很怕后面如果战争爆发的 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我们会没有飞机可以回去 或机场关闭的状况 所以其实当下大家是比较紧张 比较慌的 团客抱怨曾提议要回约旦 但永信旅行社说因为情势紧张而拒绝 让部分人无法接受 业者解释第一时间 紧约旦前已经改饭店 但以色列到安曼边境边关 拾开拾关 无法确定能顺利通过之前 依照经验跟当地业者讨论 没有对错 目前永信团十八人还在前往约旦途中 路上几乎没有人车 十月十后当地时间八点从台拉维夫饭店出发 预计要花两个多小时抵达边境 路况还算畅通 等落地前大约一个小时 入境月单之后再花1.5个小时 到安曼周边饭店 客人的安全是第一要务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处理 都已经不计成本了 怎么会说去 为了说省成本 然后把它让客人留在那边 因为人命关天 我说在我绝对负担承担不起 业者说听到空气警报 加上附近郊区炮弹 旅客态度才比较强烈 但听到国泰取消航班之后 有确认航班几乎满位 中间一度有团客 要自己订其他航空 永信以色列团 预计十一号下午一点 搭阿联酋到杜拜 再转香港十二号下午抵台 延迟案更改的行程 费用旅行社都会出 毕竟听到空气警报及炮弹声 旅客紧张的心情 业者尽量安抚 只求把大家平安带回家 好当然不止游客 希望可以赶快离开以色列 当地工作的外国人 也会感觉非常不安 像是现在在以色列 当地其实有三万名的泰国移工 那么这一次哈马斯的攻击 总计已经有18名的泰国人遇害 而且还有不少人被哈马斯掳走 那目前呢 泰国政府已经出动饮酒 泰国移工听到阵阵的爆炸声 急忙躲在卡车底下 还有人不断逃难 还有移工跑到菜园里面避难 其中一人推上还有枪伤 躺在地上相当痛苦 大家聚在一起互相照顾 甚至有泰国人被哈马斯掳走 家人聚在一起心急如焚 捧了照片只希望宝贝儿子快点回家 只能靠电话确认孩子是否平安 以色列有大约三万名泰国移工 不仅有人被绑架 其中甚至有18人 在这次攻击中遇害 泰国将派出撤侨专机 第一批撤侨专机 预计12号会返回泰国 而当地的菲律宾移工 也担心自己的安危 各国移工胆战心经 当哈马斯突袭时 美国也有参议员当时在以色列 还在外头慢跑 就收到要避难的消息 大家都相当害怕 以色列数十年来最沉痛的一天 纽约证交所特别默安一分钟 美国白宫 英国国会大厦及巴黎爱菲尔铁塔 都点灯祈祷 盼望这场战争能早点结束 TV新闻综合报道